这是新中国外交大使的偷师现场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交好 外交人才成了稀罕物 多位南征北讨的将军们脱下戎装 被毛主席点名调到了外交部工作 可面对国际上的各种外交礼节 大家完全两眼一抹黑 为了不给国家丢脸 将军们便开始了艰难的求学之路 1950年3月10日下午 毛主席要在秦政殿接受 罗马尼亚外交大使递交的国书 为了学到更多 十几位将军早早的就来到中南海 做准备工作 为了能更近距离的学到外交技巧 将军们纷纷躲到了 事先准备好的屏风后面 还用铅笔头说出了好几个小窟窿 周总理有些放心不下大家 特意提前赶来看看 当他看到一排大窟窿的时候 还有些哭笑不得 立马叫停 让你们戳窟窿学习 也别戳得太大了 外国有人一进来 看到这一排多不雅观 那么最后将军们是如何偷试的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听到周总理说被戳大窟窿的时候 也有将军说窟窿太小看不清 周总理则意味深长的说 所以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 好不容易大家调整好的位置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也来了 看着大使各种各样的操作 可把将军们累得够呛 仪式结束后 不少人更是直不起来腰 耿彪一边捶着自己的老腰 一边嘟囔着 这几里咕噜的 谁能记得住呀 一旁的黄振就显得淡定了很多 说道 我觉得只要把词提前背起来就好了吧 鸡鹏飞则大条的说道 反正他们也听不懂中国话 翻译同志熟练了就行呗 虽然将军们在战场上 一个比一个勇猛 可一说到学习外交礼仪 就一个比一个头大 如果不是有毛主席的鼓励 可能好几位当场就要撂挑子了 而为了能完成外交大使的工作 将军们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那么具体都发生了什么呢 最后大家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 由于大多出身军营 所以又被称为将军外交家 为了锻炼将军们的在外形象 严宝行建议大家先从住饭店开始 别看他们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可到了弹簧床的面前依旧手足无措 根据耿彪的回忆 房间里的设备让大家感到很不喜欢 特别是睡弹簧床 整个人就好像是掉进了大坑 翻个身都要费很大力气 每次都还上下颤动 让人睡不着觉 除了要习惯生活方式之外 将军们还要学礼仪 学穿西装打领带 跳交易舞 甚至还要摆弄刀叉 学吃西餐 而在这期间还发生了 建国外交史上有名的夫人风波 让将军们穿西装打领带倒没什么 可要让将军夫人们穿开叉旗袍 穿连衣裙却很别扭 黄镇的夫人朱林还发了火 我不干了 我要回部队 甚至还有夫人吵着要和丈夫离婚 跟男同志到外交部是倒了大霉了 最后夫人们还是在邓颖超的劝说之下 决定留下来 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贡献 向伟大的外交家们致敬